法國總理南產兩個月後 總統馬克宏任命73歲巴尼耶 出任新總理 是現代法國史上最年長總理 大選成功遏止極有勢力的左翼聯盟 憤怒譴責 誓言抵制新政府 美國司法部以試圖干預美國大選為由 起訴俄國官媒今日俄羅斯兩名員工 並指控一名俄國公民 與俄國軍情局合作 對烏克蘭發動瓦工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8月募款是川普1.3億美元的兩倍多 兩位副手都在搖擺州造勢 民調顯示川普副手犯思 不受歡迎度高達百分之四十四 中國快時尚品牌SING 在南非推出第一間實體快閃電 衣服配件都不到十美元 民眾大排長龍 官方九月一號起提高關稅 網購如SING等低價商品 必須額外付百分之十五稅 以保護本土零售商 十一號颱風摩羯 罕見在南海快速增強 襲擊菲律賓造成至少十六死 再往西行 香港周四晚間掛上八號封球 中午學校企業股市關閉 但中午改掛三號 員工出門上班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頭條我們繼續的鎖定 是202411月5號投票的美國總統大選 下個星期台北時間 星期三美國的星期二 是川普賀錦麗第一次辯論 也應該是最後一次辯論 目前搖擺州之一的北卡羅萊納州 會在本周五就祭出不在籍投票的選票 所以你也可以說 這場精彩萬分的美選 已經開始投票了 在這次投票上面 郵寄選票仍然有現在退選 而當初獨立參選的小蘿蔔甘乃迪 那麼現在呢 在美國有多少人會提前或是郵寄投票呢 大概占一半的選民這麼多 而在選舉前夕 川普呢 有一個強力助選員出現了 那就是他的妻子梅蘭尼亞 將會出版回憶錄 而在回憶錄出版前呢 他先發表了黑白的宣傳影片 在這個辯論前呢 搶一波話題 在誰能夠入主白宮裡面 這位預言家怎麼斷言的呢 他在過去十屆沒選的時候 正確預測了九次 而這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歷史學家 這一次斷言 賀錦麗會擊敗川普 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 美國副總統 2024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飛抵賓州的批茲堡 他將在這裡為下週二的總統辯論進行準備 副手華茲則是前進距批茲堡 約200公里的伊利市造勢 華茲一上台沒再客氣火力全開 矛頭對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華茲引用兵州人氣州長的話 接地氣的開罵 立刻引台下支持者歡呼 而川普的副手范斯 則是到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對賀錦麗的執政成績開炮 經濟無疑是這場大選的焦點 再過五天 川普和賀錦麗就要舉行兩人第一場總統辯論 很可能是唯一一場 即賀錦麗端出經濟政策牛肉 週四川普也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說 談他的川普二任願景 川普表示他將引領國家經濟復興 除了提高關稅 他將鬆綁法規和發布國家緊急狀態來增加能源生產 同時擁抱加密貨幣大幅砍政府支出 前一天賀錦麗談小型企業稅收減免 川普則喊出在美國製造生產的公司的企業稅 從21%降到15% 另外要成立主權基金 一部分用來投資重大基礎建設 川普也宣布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將領導他政府的效率委員會 川普也說 未來將禁止貸款給非法移民 且特別點名加州 不過經濟學家警告 川普大幅提高關稅的計畫 恐反推升通膨 導致經濟萎縮 失業率上升 過去十屆美國總統大選 曾成功正確預測九次的 美國大學教授李赫特曼 最新預測出爐 他預言 美國將迎來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我的預計 基於國安法律系統 已經正確了40年 是我們將會有 一個主持人的主持人 卡馬拉哈拉斯 將會成為美國的第一位女總統 李赫特曼的選舉模型 是基於13個是非題 忽略名嘴觀點和民調 所得出的結果 自賀錦麗接棒選總統後 氣勢的確驚人 8月一個月就募款超過3億美元 是川普1億3000萬的兩倍多 不過川普家族也沒在擔心 前第一夫人梅蘭尼亞川普更敢在這個時候公布她的黑白書 宣傳片為自己即將出版的回憶錄打輸 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期間 俄羅斯戒選的傳聞從來沒有間斷過 美國司法部起訴了俄國官媒 今日俄羅斯的兩名員工 指控俄國官媒的這兩個員工 涉嫌計劃在TikTok、Instagram 這些社群平台上發布影片 目的是影響美國的輿情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支持賀錦麗入主白宮 而且大讚賀錦麗的魔性笑聲很有感染力 專家的看法是普卿是在打心理戰 介入美學趁機諷刺美國的民主制度 美國司法部長賀蘭德四日就選舉安全問題發表談話 證實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又遭惡美操弄 美國司法部四日在紐約起訴兩名俄羅斯官媒員工 卡拉西尼科夫和阿法納西耶娃 罪名是洗錢及違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因為他們被控計劃支付一家位在田納西州的公司 760萬英鎊 在TikTok、Instagram、X和YouTube發布影片 企圖影響美國輿情 為反制俄國界選 美國國務院跟進表示將對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社 及其旗下五家媒體實施限制簽證措施 並擬提供最高1000萬美元獎金 鼓勵民眾提供疑似國外勢力干預的情報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科比也在記者會上重申 表示不容許伊朗、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 目前美方已做好準備隨時回籍 捍衛民主選舉制度 此外美國司法部五日還公布了一份修訂起訴書 指控俄國公民斯蒂加爾在烏俄戰爭前的2022年1月 與俄國軍事情報局多名官員合作 利用惡意城市Whispergate 對數十個烏克蘭政府單位發動網攻 並無差別攻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 不過對於近日的指控 俄羅斯外交部回擊 批評美方只是為了消除他國媒體議因 並激起美國選民對俄羅斯的仇視與恐懼 俄羅斯總統普京也絲毫未受到美國的反戒選制裁行動影響 五日他在海生威東方經濟論壇上語出驚人 力挺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副總統賀錦麗 11月入主白宮 甚至酸度拉滿 稱賀錦麗的招牌魔性笑聲很有感染力 分析師指出普京這番反串意味濃厚的言論 可能是意在打心理戰 操弄美國選民對大選的看法 普京同時也批評法國政府逮捕Telegram創辦人杜洛夫 是針對俄羅斯 對制裁他的西方國家 普京不會輕易放過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今年最後的一季多選舉熱滾滾 而日本全民瞩目的是日本執政黨 自民黨總裁大戰 那麼這個總裁大戰裡面 正二代小泉禁次郎宣布參選 掀起了漫天風波 他第一次進逐總理大臣的位子 那麼這次有意參選的人數超過10人 目前6個人確定登記候選 是自民黨1972年實施新制度以來 宣布參選最多的一次 小泉禁次郎和前幹事長石破茂呼聲最高 幹事長貌目敏充 日媒稱為是大黑馬 當今日本所求何人 對日本自民黨來說 這可是個大災問 自民黨內人人自高奮勇 相信自己就是那天選之人 確定或預告候選名單超過10人 黨內明哲暗鬥 波濤洶湧 正式宣告角逐大位者開始動作 拜訪同僚 拉人氣 向前輩大佬討教 參選人雖各自布局 卻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脫派罰 自民黨之所以大張旗鼓領推代表 正是因為一連串的派系政治醜聞 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放棄連任 以示負責 企圖阻止好感度雪崩 而為了推動根除派罰 岸田登高一呼 對自己的派系動刀 向中央提交正式解散書 終結洪池會67年的派罰歷史 現任官房長官林方正出身岸田派 一路輔佐岸田被視為二把手 而洪池會的解散給了林方正底氣 讓他在這場號稱無色的大選中 得到更多球馬 自民黨這回總裁之爭 越乾淨 迎面越大 多少歲 6歲 那今天的孩子們 最年長嗎 我今天最年長的最年長 哈哈哈哈 正統正二代 校圈禁測郎 在候選人中聲望頗高 除了本身的知名度 始終與派罰保持距離的態度 獲得前首相菅義偉 以及部分舊派罰支持 首次禁逐總理大臣的小全表現出破例 與十足幹進 強調要在一年內 火速重整自民黨體質 小全表示當選後 會盡快解散眾院 推動改選 並針對中長期改革計畫 問信於民 也透露將廢除黨內的活動補助款 杜絕政治與金錢 而國會議員 每年可領取1200萬日元的研究經費 卻不必公開用途 小全則主張 不只要透明化 還得將餘額上繳過庫 我自身 日子的父親 是人生的天氣以內 那些人的見方 大多改變 自分的事 自分的事 自分的人生 自分的未來 我為首席 時代的變化 日本的政治 而在目前確定的六位候選人中 由日本媒體特別點名幹事長茂木敏充 強調茂木形勢為人相當縝密 且輔選經驗豐富 很可能私藏大把井囊妙計 最後不排除以黑馬之姿出現 替這場自民黨總裁大選 增添許多不確定性 TV有新聞中報道 今天前半部我們focus的都是國際政情 接下來要看的政治人物 是法國國會改選之後 現在最年長的總理上任 他將領航法國 法國曾經度過了 開守政府無政府狀態的超過50天 馬克宏任命的新總理 叫做巴尼耶 他隸屬於中間偏右小黨 左翼的最大黨新人民陣線很不滿意 痛批馬克宏的任命否定了民意 巴尼耶今年73歲了是政壇老將 他擔任過內閣 也在歐盟的執委會任職過 是法國近代史上最年長的總理 法國在7月進行國會改選 席次出現三足鼎立的狀態 法國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 出乎意料成為國會最大黨 但由於未取得絕對多數 因此無法阻隔 政府處在看守狀態超過50天 週四總統馬克宏依據憲法職權 任命了新總理巴尼耶來組新政府 巴尼耶在交接典禮上表示 將組成一個互相尊重與團結的政府 我們可以回答 我們可以回答 過負面 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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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頭白髮的巴尼耶 現年73歲 他是法國政壇老將 也是法國近代政治史上最年長的總理 他擔任過內閣多項職務 像是外交部長 環境及生命部部長 以及農漁業部部長等 他後來轉戰歐盟執委會 擔任英國脫歐 歐盟首席談判代表 政治資歷豐厚 法國民眾 對馬克宏的任命感到意外 但樂見政府終於可以不再空轉 這是一個驚喜 因為我們聽了很多的聲音 他們在流行 在過程中轉移動 就是Michel Barnier Cescikibadveti是由國民眾 巴尼耶 所屬的政黨為共和黨 政治立場中間偏右 主張保守主義和戴高樂主義 這也讓在國會佔有193席的國會最大黨 左翼新人民陣線十分不滿 極左派領袖梅蘭熊 痛批馬克宏 讓國會小黨總理來組新政府 是公然否定民意 我們的反應 並沒有提到個人質素 這並不是問題 問題是 是主席來決定 拒絕 公平的結果 法國總統有權任命總理 無需國會同意 過去近兩個月 左翼和右翼都提出總理人選 但都遭到馬克宏否決 主張溫和的巴尼耶 是馬克宏經過權衡 認為是最有機會 被各黨接受的人選 他並沒有挑戰 他的首席 極極的反應 他並沒有選擇 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導人 勒庭表示 願意給巴尼耶嘗試的機會 法國總理主要的職務是制定政策和實施 如果表現不佳 國會可以投下不信任票罷免 巴尼耶上任後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2025預算案 他必須在很緊迫的時間內提交 各政黨都表示會考核他在預算案上的表現 歐洲各國領袖 恭賀法國終於有了新總理 歐盟支委會主席范德萊恩也對於歐盟淵源頗深的巴尼耶 獻上了祝福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在台灣養貓的族群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接近周末了我們要介紹的這個日本電影呢 是三日月和貓 它是日本的漫畫改編的 裡面是講都市裡面二十三十四十歲的三個孤單男女 在熊本強鎮的時候相遇 三個人都愛貓 於是展開同居生活 那麼這個特別的友誼讓他們比家人還要親近 這裡面有日本女性安達佑石 她現在年過四十 那麼飾演年過四十仍然單身的書店店員 面對社會的刻板印象 認為女性到了一定年齡怎麼不步入家庭呢 在片中她在各種質疑和壓力當中 兩個室友成了她最溫暖的後盾 小敦是一個普通的書店店員 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上班 下班後回到家 單身的她年過四十 只有一隻貓咪陪伴 沒想到這天晚上一場強烈地震 改變她的人生 電影以真實事件為背景 2016年4月的熊本規模7.3強震 讓小敦第一時間抱住愛貓逃到樓下 遇見了同樣是愛貓人士的陸奶子 強震後大家都非常害怕 有了傾訴的對象 也有愛貓的共同話題 這時又有一個鄰居 被可愛的貓咪吸引過來 三個陌生人因為地震相遇 又因為愛貓而投緣 就這樣在樓下聊了起來 恢復宮殿後 陸奶子邀請兩人一起到他家 因為他沒辦法獨自面對 余震不斷地漫長夜晚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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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用招募 我沒有回家 可以 不要緊張 當餘震襲來 他們不再是孤獨一人 一陣天搖地動之後 原本笑咪咪的年輕男生阿仁 被恐懼感壓得喘不過氣來 這使貓咪派上了用場 成了最溫暖的慰藉 我想要不要弄他 如果是我鵲子给你一顿 我叫你一种 added 他小狗的孩子 所以她有你的 我希望你 一杯 在这里 吃到吃吃喝 吃吃吃吃 吃吃吃 为什么这声 你感到闹闹了 加大气 三个人决定展开一段 因为猫咪结缘的同期生活 就这样 40多岁的书店店员小灯 30多岁的心理医师陆奶子 和20多岁的服装店员阿仁 一住就是五个年头 三人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下班回家后 吃小灯亲手煮的美味晚餐 这个味道让他们有家的归属感 单纯的幸福往往带来更加倍的感动 电影三日月和猫改变字畅销漫画 日本不老童颜女星安达幼时 饰演经常为单身身份所苦的女性 面对社会刻板印象的压力 让她不断质疑自己 单身是自己的错吗 女性到了一定年龄 就该步入家庭才算正常吗 你也想要在家里的朋友 你也不可能会在家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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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友们成了她最有力的后盾 当小灯迈入45岁这一天 三人还一起搬生日派对 就像家人一样贴心 无论谁遇上了人生中的关卡 另外两人都会陪伴着一起克服 当小灯突然遇见生命中的爱情 今天这样的时间 你也要重复一下 她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还是留守这份难得的友情呢 一段因为猫咪而开始的友情 让都市里原本互不相识的三个人 原本的迷惘也因为彼此得到了治愈 TBS新闻综合报导 而现实的日本在8月底9月初 很多地方都还在收拾山山台风的灾情 而现在11号台风摩羯已经成为了超强台 她周一登陆了菲律宾北部 就一口气夺走了16条人命 南海水汽丰沛的溢柱 使得摩羯成为一路向西升级到墙台 她已经是北半球今年以来第二强的热带气旋 在香港星期四晚间是戒胜恐惧挂号了8号风球 那么索性没有灾情 在周五改挂3号风球 而周五下午摩羯4点20分登陆海南 台风沿途扫过了菲律宾 香港 澳门 中国 广东 海南 接下来还会直扑越南 今年第11号台风摩羯 在周一以轻度台风登陆菲律宾北部之前 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它会带来这么严重的灾情 摩羯带来的持续降雨 不但导致河流水位暴涨 多地更是出现严重淹水 积水深度甚至来到大腿 部分山区村落更出现洪水与土石流 至少16人不幸丧生 另有21人失踪 摩羯台风在菲律宾肆虐期间 不但造成海陆空交通大乱 8万多人流离失所 离开后更是留下一片泥泞 到处满目疮痍 摩羯台风离开菲律宾之后 因为南海水汽的补充 强度持续增加 成为今年全球第二强的热带气旋 仅次于6月曾经重创加勒比海 与美国德州的大西洋飓风贝罗 这个已经升级成墙台的 超级台风摩羯 周五下午在海南登陆 但登陆之前 台风的外围环流 已经先扫到香港 香港天文台在周四 傍晚6点多挂起8号风球 整座城市仿佛按下暂停键 不但水路交通紧急收班 店铺也都拉下铁门 并且在玻璃窗贴上胶带 避免强风带来更多损害 尽管街头并没有感受到强烈风雨 但闹区铜锣湾已经是空荡荡一片 直到周四深夜 周五凌晨 香港才开始出现强烈的风雨 然而不少香港民众 反而趁着难得的机会 在岸边观赏巨浪 甚至与三五好友在风雨中玩水 还有家长带着孩子 亲身体验摩羯台风的威力 在一个晚上的强烈风雨吹拂之后 周五一早 岸边的浪仍然明显 但风雨已经缓和下来 同样在周四晚间 挂起今年第一个八号风球的澳门 周五一早虽然还有一些雨事 但与香港一样都平安度过这个台风夜 港府则在周五中午取消八号风球 改挂三号 意味除了司法机构与银行之外 多数上班族只能捞到半天台风假 下午仍然得回到公司工作 因为上次公司有买储 就赶着回公司 那都OK的 我又觉得回公司会方便一点 因为多电脑或仪器 全部都是公司 而对于香港股市交易所来说 这也将是史上最后一次 因为台风而停市 因为港府已经宣布 从9月23号起 即使遇上了恶劣天气 已改用电子化交易的港交所 仍然会如常运作 反而是香港机场受到台风影响 航班大乱 旅客出行得更有耐心 马上在订机票 就这样子 不要麻烦而已 因为我看天气还蛮好的 我很紧张很焦虑 我明天要上班 至于摩羯台风 紧接着铺向的广东和海南等地 近日已经陆续让船只返港 并且撤离低洼地区的民众 就连紧邻中国的越南 也已经开展防台准备 试图在今年夏天 就要进入尾声的情况下 让摩羯这个超级台风的灾损 尽可能缩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下面这则南韩的报道 让人听了闻之不忍 南韩整个医疗都缺人 而急诊室 现在缺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那么太多的 在报道里面的急诊 特别是外伤的病患 他在短短的就医黄金时间里面 可以遭到8到15个医院的拒收 最后拉到50公里外的教学医院 要动手术 但是排不出开刀房的人力 依旧请他转院 最后就这样子在5小时内葬送了性命 包括意外坠楼70多岁的建筑工人 也包括2岁的小妹妹 那么到现在 因为错过医疗时间还在昏迷 而之前他就是热静人 需要急诊就医 南韩政府正医对抗的情况 越来越恶化 他们也有中秋廉假4天 所以政府调派250名军医和工卫医生 试图填补医疗空缺 南韩釜山这一处建案工地 2号发生70多岁公园 墜落意外 70多岁公园者A氏是2层出落了 骨护车出动当时 意识是有所谓的 在事发4个多小时后不幸生亡 类似案件频频发生 4号还有一名发生车祸事故的70多岁男子 同样被15家医院拒收 上个月4号也有2岁大女婴因热静攣挂急诊 被首都圈地区11家医院拒诊后至今仍昏迷不醒 今年2月南韩大批实习住院医师 集体辞职 导致的白色风暴 持续扩大 现在就连急诊室 也快撑不住 建国大学中州医院急诊科医师工作量 早已超过负荷 他们呼吁补充人力并提高薪资 却遭医院拒绝只好走上辞职道路 而大批病患只好涌入其他医院 进一步造成更多医院警诊事 陷入瘫痪 青山南道凉山儿童医院也贴出类似公告 中短儿童急救式的呼吸道诊疗 就怕十四号到十八号的中秋廉假 病患人数可能增加加剧急诊室混乱情况 南韩政府紧急祭出多项措施 其中包括将十一号到二十五号为期两周的时间 定定为中秋节紧急应对周 向全国四百零九个急诊医疗机构 指派一对一专门负责人 在发生特殊情况时 能够及时采取措施 除此之外 首尔当局也调派两百五十名军医和公卫医师 填补医疗空缺 但政府信心满满提出的措施 却被一介痛批 这些军医根本不适任 医疗界认为军医和公卫医师 并非急诊科专业 也缺乏医疗第一线经验 很难立即上手 可以委托的工作很有限 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面对一介质疑 政府表示将近最大努力 尽快建立适当补偿措施 深知急诊一线的辛劳 南韩总统尹锡悦 也亲自走访经济道的医院急救中心 鼓励现场医疗人员 尹锡悦承诺将优先投入可用资源 标识业会编列预算 尽力支援医师克服提诊事危机 TVBS新闻组合报道 在经济市场上再度关注快时尚新秀 中国的圣 最近在南非开了第一个快闪实体店 那么如果换算了里面所有的衣服 时尚配件均价不到台币300块 那么这个价格公式让人潮涌进 让南非的零售商抗议又忧虑 所以南非祭出了大绝招 那么以后呢从海外进口南非的低价包裹 都要加征15%的进口关税 那么这样的末端售价是否呢 让圣还有这样的竞争力呢 另外就是精品市场明显疲软 包括了Tiffany珠宝品牌 传出会把上海的旗舰店空间规模缩减一半 而英国的Burberry业绩值直落 市值跟去年相比也蒸发了一半 所以痛失了英国最有价值企业头衔 店外大排长龙 店门口还必须请警卫来管制人潮 全都在等着这间 来自中国大陆的快时尚品牌 She-in开门营业 这是She-in在南非开张的第一间实体店 就位在最大城的约翰尼斯堡 光顾人潮有劳有少络绎不绝 当地消费者这么说 价格划算 有设计感 品质没想象中差 还加上从衣服到配件 每一项商品换算下来 都不到台币三百块 只不过这间店不但是快闪的形式 还只有展示的用途 不能现场购买 民众如果看到综艺的商品 必须透过She-in的官网下单 只是对顾客来说 低到不行的价格 却让当地的零售商大喊竞争不公 为了保护本地业者 南非政府从9月1号起 针对从海外进口的低价值包裹 额外再磕15%的关税 也就是南非民众现在要在 适应官网购买商品 得多花一点钱 环保人士则鼓励消费者反思 为什么东西可以卖得这么便宜 如果东西是在地区的东西 它价格比较多 因为我认为人们正在努力做得正硬 評價時尚競爭激烈 精品市場也陷入水深火熱 以經典格紋為招牌的精品品牌Burberry 同時英國最有價值公司的頭銜 Burberry近年業績每況愈下 最新的4到6月銷售大減兩成 使得當前市值已經比去年奏降56% 也讓Burberry趕緊在7月火速替換執行長 分析師認為Burberry在高檔精品的定位失敗後 應該改變路線 瞄準另一群向往名牌的消費群眾 不止Burberry 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團LVMH旗下的珠寶品牌 也傳出在中國市場失利 要將上海旗艦店337坪的規模縮減一半 消息人士透露 Tiffany這個月就會挪出空間 並已經和潛在的租戶商討租名情形 美國的高檔百貨也有動靜 週五則是日本史上最大的外國收購案傳出破局 日本大型零售集團799控股 拒絕加拿大零售集團ACT的收購協議 認為ACT開價的385億美元金額有待提升 再加上可能面臨美國競爭執法機構的審查 因此還有必要進一步協商 TVB有線綜合報道 好 人物來關注的是稻奇球星大股相評 他回到了天使隊的主場比賽 天使隊特別播放他昔日的出場曲歡迎 大股接下了Apple的代言 卡牌公司也準備推出大股相評獨家紀念卡 日媒報導大股相評的業外收入超過了100億日元 也就是它的業外收入折合新台幣有22.3億元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全球新聞 祝您週末平安 我們下一次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問我們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一次的門票 請記錄 請記錄